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 美国的防疫会不会出现转机呢 我想这次大选不论谁获得胜利 掌控白宫面对的疫情都是越来越严重的 如果共和党特朗普能够继续执政 那么我想他还会继续他过去的那种应对疫情的政策 那就是对科学家的意见不太重视 而且消极的等待这种疫苗的研制成功来抑制疫情或者克服疫情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使美国的疫情越来越严重 确诊人数会继续攀升 死亡的病例恐怕会继续加大 那么如果是民众党的拜登赢得这次选举的胜利 入主白宫的话 那么拜登所采取的措施和特朗普政府会有所不同 一个拜登会尊重科学家的意见 按照科学家的意见来采取措施 另外一个方面 拜登政府会对比如说有色人种 贫困人种的疫情方面的一些措施会加大 比如说免费提供这种检测 对于他们的医疗给予一定补助等等 但是对于拜登来讲 问题是疫情已经严重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 他的这些举措恐怕是杯水车薪 因此对于拜登来讲 他上台以后 采取的措施尽管和特朗普时期不同 但是也根本无法扭转目前美国这种 疫情严重的这种状态 恐怕我想美国的疫情得等到一年多以后 疫苗真正能够大批的使用 到那个时候 美国的疫情可能才会出现转机 感谢观看